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表示 對於近日有不同界別提出誘因 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園方樂見及支持 又說海洋公園都有意向參與 詳情將會在稍後公佈 而他又補充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最近已獲批入伙子 由樂設施亦已完工 園方已向當局遞交泳池排接的申請 開張準備如火如荼 預料防疫安排會參考目前泳池的防疫指引 而園方暫時不會以接種疫苗作為招聘條件 但如果政府要求水上設施全部員工都要接種疫苗 在別無選擇下可能要服從 他強調 園方一直鼓勵員工接種疫苗 亦都鼓勵僱主為打針的員工提供一日假期